法律的農國為主要提供行銷地圓的百香果 所以來基盤百香果的敏感發展 因為今年頭一次開放過來 其他地区所生產的百香果來參加 所以驚愁是增加到135億 創下年來最多一次 所以說今年受到有一陣子連鎖路大火影響 百香果是善良減少 不過也因為農民財布的技術普遍提升 尖閣的評侷和這次也很受到展開看 我這個是種種 那邊有一個在放就是果實的重量 四極國的敏感 鼓勵的重量和年度 是要靠義氣來擦榮 其他包括外觀、主美町 就直接由專家來進行人工破端 保理町農會基盤今年都四極國的敏感比賽 第一次開放保理町以外的三区來參加 也他們出產才行所得到135匹 創下零年來最高的紀錄 之前是只有保理町 今年已經開放跟我們號稱是全國第一次百香果的評賤 辦做比較多 去年才八十多萬、八十多萬的單位來辦 今年一百三個月 無形中農藝對保養有信心 所以它的股票品質也都有提升 所以今年競爭也比較節約 雖然最近兩年 四極國的生產都因為氣候關係 造成三種是大大減少 不過在高隆栽培技術普遍提升的狀況下 品質競爭有越來越好的表現 在平身一日試吃、觀察一後 對經濟參賽四極國的水準都有很大的評價 那這幾年因為天氣比較熱 所以百香果常常會有空包的情況 那今年這種狀況在這邊很少見到 那以今年的品質來看 顏色上面就是很深紅色 那在果皮的表現上面來講 有一些的它亮到會反光 這個是品質好的表現 今年在參加的祖書 可能有一些農民 或者是它採收的時間比較忙 所以它在送來的 有一些有脫水的現象 那這樣在農民操作上面 如果將來再參加比賽 可能還是要留意說 整個水果的新鮮度 那有得獎的 對它的行銷 對它的相關的產品 都有受到消費者的認同 第一就是它有辦法得獎 就是說它的品質有夠 它的品質有夠 它的品牌有夠 未來做行銷的時候 消費者有辦法得到很苦的 這個產品 今年四極國的評價最后的性質 將在十月設它 農會基盤的四極國的 開幕外黨中選佈 當時進行班長 農會標示 翁人的經驗 憑感結構對大棟 經濟的事結構的消費 確實有很大的幫助 也能夠自由憑感 讓農民去受百人的栽培經驗到基準 這也是保理燈生產事結構 無論品質和產量 都是全國第一的保證 記者往前選拆紅布的喔